这一夜 咽压赵露丝的白露 腿长惊人的孙谦 都输给小赌突出的他 网友争其斗燕的场合 却变成了菜鸡护拙 女明星这是怎么了 集体去批发市场买衣服了吗 11月5日晚 微博世界大会集结了一众男女明星颁奖 然而原本应该争其斗燕的场合 却变成了菜鸡护拙 有人穿衣服显廉价 有人脸垮得相当睡醒 但真正的美玉又岂会蒙尘 这几位明星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用脸杀人 在当前热播剧《小花大乱斗》的娱乐圈 赵露丝与于书欣这两位风头正成的小花 一上来就在红毯上进行了一番惨烈的对比 去年 赵露丝凭借其不管盘发的造型还是粉嫩的妆容 都深得粉丝心意 她的甜美形象深入人心 她的每一次出场 都能引起粉丝的尖叫和媒体的追逐 然而今年 受了许多的赵露丝似乎有意要摆脱甜美的印象 每次出现都要装作酷酷的模样 试图展现自己更多元的风格 她的转变 让粉丝们既惊喜又好奇 这次走红毯 赵露丝也是带来了自己的老三样 烟熏眼妆 裸色口红 贴头皮发型 这样的妆容在精修涂下还能被吹捧为高级感十足 但在现场的红毯上 这脸却是真没气色 看起来像是刚出院的病人 缺乏往日的活力和光彩 更灾难的是 衣服的选择也没能加分 很多网友纷纷吐槽 她这时穿着泳衣就来了 或许是为了追求时尚感 但显然这次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 在红毯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赵露丝的这一战 似乎并没有赢得预期的喝彩 相反 她的造型成为了网友讨论的焦点 有人惋惜她的转变 也有人期待她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风格 无论如何 这场小花之间的较量 无疑为娱乐圈增添了不少话题 其实穿短裙可以拉高小个子的比例 在女明星中偏矮的赵露丝是合适的 只能说思路没错 就是裙子上花里胡哨的图案不太适合她 相比于越穿越短的赵露丝 越穿越长的于书欣就有点显累赘了 先不说这高饱和度的粉紫色 像乡村大舞台的配色 就是这个不长不短的拖尾 像个小尾巴一样也挺奇怪的 不知道是不是准备的匆忙 于书欣连一件配饰都没带 脖子耳朵都是空空如也 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 两人去年的作品在暑假对的 今年的作品在11月对的 属实是相爱相杀了 这次两人走同一条红毯 谁的表现力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 与这两人一起被纳入四谱行列的白鹿 状态却是最在线的 虽然已经30岁 但她不管是精神状态 还是外在形象都犹如正直青春的少女 当天她一身秋冬高级定制礼服 惊艳亮相 在璀璨灯光下犹如孔雀公主 而到了那场她则是又换上了一身 温柔掀气的粉色刺绣纱裙 温婉美丽的样子 让粉丝大饱眼服 惊喜的是她的位置与赵露丝挨着 两人还一起合拍了照片 你更看好谁 同样在近期上过作品的 还有人民 自拍里的她清冷倔强 侧面线条清晰的她 也算是独特的气质美人 红毯上的她虽然没有那么惊艳 但高清镜头下的正脸还是能打的 在适当的装造下 任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现场最纠结的应该是张婉姨 因为她的两位女主角人 名誉王楚然都来了 真不知该同哪一个走红毯 王楚然的清衣脸没话说 在一众小家碧玉的新晋女演员中 一向是被看好的 就是这毫无质感的大红裙子 着实拉低了她的档子 劣险廉价 甚至大她23岁的刘敏涛 都能穿着红裙压她一头 比起这几个流量小花 明显还是这几位更有范 在美祖 要说当天水美得最毫不费力 那周涛一定会被提名 作为主持人 她并没有宣宾夺主 只穿了一件简单的路肩礼裙 盘发的她露出优越的肩颈线条 身姿挺拔犹如高贵的黑天鹅 这种岁月沉淀的优雅与端庄 不是靠外在的修饰就能有的 而与周涛的气质截然相反 却依旧迷缘的宋家 当天也是收获一片好评 硬挺的黑色西装 在她的演艺下别剧风情 彰显着独立自信 但女人的魅力 她与刘玲一起拿下影响力演员奖 应该是当晚最没有意义的奖项 下了台后 宋家又与刘亦菲热聊 看起来很是投机 活动结束后 她还专门发了两人的合照 到个人账号 脸贴脸的亲密度让人羡慕 然而刘亦菲当天的身材 却在一次被无情审判了 大粗胳膊与明显突出的肚子 让一些网友不忍知识 怒批她没有一点女明星的自觉 这些年没少人说她虎背熊腰 笑起来的露牙花 仙气不在 但刘亦菲却似乎不为这种外界的声音裹挟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或许不去讨好水 坚持自我的美 才是她一直被大众喜欢的原因 这条绿的人发慌的礼裙 估计也只有刘亦菲能驾驭得住了 仔细看裙子在小肚子那里专门奉了一道线 应该是两块布料拼接而成 由于拼接触衔接不自然 下方的布料在往外延伸 才给人一种小肚子很明显的感觉 实际上从现场传出的生图来看 刘亦菲光彩照人 浑身散发着气血十足的健康自信美 这次玫瑰的故事剧组除了女主玫瑰 蓝莹莹与佟大为也悉数到场 佟大为首吃黄玫瑰 依旧是那个为妹妹保驾护航的好哥哥 而蓝莹莹则是红唇红衣红指剑 像剧中一样活成了事业行女强人 红毯上的明星异常耀眼 但也有一些人的装造有些奇奇怪怪 在这次时尚盛宴中 有一组艺人以另辟蹊径的风格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他们不按常理出牌 以独特的装扮成为了话题的中心 你为什么要穿这么性感 当晚王鹤蒂简直就是网友的嘴涕 直截了当地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他的提问不仅是对象左装扮的好奇 也是对这场时尚盛宴中大胆尝试的一种调侃 只见向左打扮的花枝招展 画着浓厚的妆 穿着一件深微的白色毛毛大衣 他的造型无疑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之一 一不小心 他还表演了一个老奸巨花 故意露出了自己的乡间 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的自信与大胆 面对王鹤蒂的提问 害羞的向左回答是因为穿了妈妈的衣服 这样的回答成功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 他的坦诚和幽默让不少人觉得他可爱又风趣 然而也有人认为他这样的穿着挺拉眼睛的 觉得他的造型过于夸张 不够得体 不过 无论是赞赏还是质疑 向左的另辟西竟无疑为这场时尚盛宴增添了更多讨论的焦点 也让人们看到了时尚借多元化和包容性的魅力 在聚光灯下 每一位语言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时尚 而向左的勇敢尝试 正是这场盛宴中最值得铭记的瞬间之一 在旁边风流倜傥的王鹤蒂衬托下 这种强烈反差更甚 王鹤蒂一袭笔挺的西装 举手头足间散发着自信与魅力 仿佛是夜晚最亮的星 而与之行成先明对比的 是另一位特立独行的存在 王鹤蒂 与向左一样特立独行的 还有王鹤蒂 她的装扮大胆而前卫 黑色西装搭配非主流的粉色头发 当真是截然不同的时尚宣言 然而 这样的搭配并未能完全赢得赞赏 因为假发没什么质感 她当天的脸看起来也挺疲惫的 在一众光芒四射的女明星中 她并不出众 与她差不多处于同一行列的孙谦 就很懂扬长臂短 孙谦的装扮更为精致 黑丝长袜下 她的一双眉腿比直纤细 实在是太吸睛 原本就172的她脚踩尖锐的高跟鞋 看起来甚至比一旁的男艺人还高 气场十足 但孙谦似乎只顾着展示自己的眉腿了 衣服与造型都很随意 像是在匆忙之中 早上起来随便竖一下头就出来了 这种随性的态度 虽然让她在红毯上显得不够庄重 却也增添了几分不济的个性 在这个璀璨的夜晚 每个人的风格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无论是王颖鹿的另类时尚 还是孙谦的随性美腿 都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关注她的网友分析 她每次都披散着头发 应该是对自己的脸型不满意 所以用长发遮挡 其实孙谦的美上已经比关小彤强很多了 都是大长腿 关小彤却总能养短臂长 她没有大方的秀大长腿 反而是穿上了能展示身材曲线的性感长裙 浅金色的礼裙使她的大骨架更加突出 腰身与间景线也是难以寻觅 那场颁奖时穿的歌文刘苏群更是平平无奇 都说一台人 而关小彤却是人台一 难平 这次世界大会虽是众星云集 但星光却差了点 虽然大部分语言是让人两眼一黑的程度 但也是有可圈可点的语言的 不知道在看完这些人的表现后 哪一个罪得你心呢